每一次大家做完菜之后 都按这个方法来给它保养上 保准你的铁锅不会再生锈 而且炒菜的时候呢还不粘锅 今天呢咱们准备了三个道具 给大家分别的看一下 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 首先看一下这个钢丝球是坚决不行的 还有这个带这个铁丝网的这种摆结布 也是不行的 这一个海绵体的洗锅是可以的 它是比较软的 这口锅呢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锅 现在呢还没有清洗 先教大家呢怎么样清洗锅 怎么样保养锅 咱们看一下 咱们锅里呢现在有油 咱们倒入热水 还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明 洗锅的时候一定不能放洗滴鳞 洗滴鳞呢对铁锅有腐蚀的作用 所以说呢一定不能放洗滴鳞 咱们用细的海绵体这一面刷锅 或者是用吹住 洗刷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咱就把油洗掉了 咱们来用清水 再给它清洗一下 反复洗两到三遍 这样呢咱们锅面呢就干净了 咱用一块厨房用纸或者是抹布 把水渍擦干净 另外我们的锅芽 我们每一次洗沙完之后 要用抹布给它擦干 擦干之后呢你看我们的手 在锅边弄一下手是干净的 现在呢再给大家演示这种铸铁锅 给它放入开水 因为这个热水呢去油的效果呢就非常的好 这个铸铁锅和铁锅都是一样的 不能用尖锐的物体 钢丝球啊刚才带这个钢丝这种百结布都是不可以的 我们再用清水给它清洗出来 反复清洗两到三遍就可以了 把这锅的里面的水分呢给它擦拭一下 锅的外边我们也给它擦拭一下 还是用手蹭一下 手呢还是非常的干净 现在呢再跟大家分享如何保养锅 咱们刚才把锅擦干净之后开始上火 要把这个水渍呢完全烧干 这个铁锅啊用完之后总容易生锈 就是因为呢它的水渍呢没有烧干 保养锅就相当于我们给脸做面膜一样 我们要想这个脸呢不干燥 我们要敷面膜 这样的锅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也需要油来润锅 我们把锅烧热之后呢少放一点点油 我们用个厨房用纸在这个锅边来擦拭 这个注意呢不要烫到手 这样呢我们给它擦拭均匀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锅呢已经润好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锅体烧热的时候呢咱们放入一勺油 用这勺子在这个锅边要给它全部润上 好就这种状态大家看一下 发出这种光亮的这种感觉 咱们也可以把多余的油先倒出来 咱们每一次倒油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到 无论是倒油还是成菜的时候 这个油呢都会顺这个锅边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清洗的时候 要把它擦干净 如果不擦干净是越结越厚 越结越厚啊 这个锅呢就会形成锅窍啊锅底灰啊 我们每一次就要给它擦干净 这样就没问题了 如果形成很厚的这种锅底灰 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 就会经常的往上有这种小黑点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翻锅的过程当中啊 它的烟呢还是特别的大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不粘锅 它们跟铁锅有一个共性 尖锐的物体是坚决不能使用的 这个不粘锅呢其实就怕滑伤 然后每一次洗完之后还是用这个厨房用纸把它擦干 这个不粘锅呢有一个好处 它就跟铁锅不同 它不用油来压我们把它水分擦干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呢在锅呢使用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不粘锅 用这种木铲子或者是硅胶的这种铲子都是可以的 千万不能用这个比较坚硬的 像这种铁字的这种扫子 这样呢会损伤这个锅的涂层 炒起菜的时候呢就容易粘锅 而且呢会影响锅使用的寿命 椰子栏好菜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增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